我们知道 只有国家强硬了 人民的腰杆则才硬 说话才有底气 外交上也是如此 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智慧 也是大国的态度 就比如1987年 菲律宾前总统在访问中国时 两国领导人谈到南海诸岛的问题 菲总统表示 从地理位置上讲 那些岛离菲律宾更近一些 所以属于菲律宾 而当时邓小平则抽了口烟 淡定地回答 从地理位置上讲 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从此 南沙再无战事 直到今天还有学者 还在讨论这个段子的真伪 作为我来讲 不管段子真伪 我是真心地喜欢这句话 光听着就霸气 当然了 在那个时代 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 但是我们凭借着一腔热血 保家为国的决心 在朝鲜战场上 横扫美帝18国联军 如今的我们经济繁荣发展 军事实力增强 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 我们的外交礼仪更加规范 也对涉及到我们领土和利益的地方毫不退让 自从上次美国军舰使过台湾海峡后 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应该把它击沉到台海里 而国防部长的魏凤霸气表态 中国反对域外任何国家 以捍卫航行自由的旗号 在南海进行挑战行为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离出去 那么中国军队将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 而美国马蒂斯下的是连连承诺 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而计划中的11月在美台军演 就突然没了消息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们期待与世界各国合作交流 稳定健康的发展 而中美关系是目前两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能和平相处 是造福全世界的大好事 如果抛弃和平搞对抗 中国军队不会惧怕任何外来势力 当年穷的叮当响 穿着单衣搏鞋 一口炒面就一口血 拿着简陋的武器 一样把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 打回三八线 何况现在我们已经兵强马装 关键时候也要敢于亮剑 notre母亲滟会 我们先去订阅 再来订阅 我们先去订阅 一句小声 全形